三天两夜的车主日 带大家出去住好 吃好 然后到很多的景点去玩 然后最重要的 最后一天 还有到赛道可以去体验 还有LFA可以试驾 三天两夜的行程 第一站就是到桃园大西的 无威士丁度假酒店 然后再到柔万南园的人文客栈 人文客栈离开之后就到台山县 不管是两轮的骑士 四轮的车主 台山县当然就是热血车友 很爱去的一个地方 还有到半天聊的好望角 再到通宵日落大道 我们之前其实试车的时候 也去过日落大道 我觉得那边真的蛮漂亮的 有空很建议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哦 第二天晚上来到力宝的福隆饭店 享受美食然后欣赏表演 晚上就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 迎接隔天的热血赛道日 好帅哦 我在赛道上你可以体验很多你在一般道路上体验不到的东西 我们在这个Lexus Green Tour里面的Track Day 他们有准备了一些关卡 当然每个人都有配上一个教练 教练因为具备有比较专业的开车的技巧 也有更多的一些行车安全的一些知识 他在这个Track Day上去分享给你 他总共有三关 第一关就是直线刹停 就是从一个起跑点 全油门享受加速的贴背感 然后直接重踩刹车踩到ABS出来 然后你的脚的刹车踏板也是会 咕咕咕咕咕咕咕 就代表你的刹车有发挥到百分之百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连续绕追 连续绕追当然 这个是要让你体验一下 就是说你车子在速度不快的情况下 连续过弯体验车子的灵活性 还有在过弯的极限 让你去体验一下 车子本身的操控 底盘 车头的指向性 然后连续去绕追 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体验弯道 像我们在利保 有高速弯 中速弯 甚至也有低速弯 连续S弯都有 在这个赛道的这个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去告诉你过弯的技巧 比如说在进弯前刹车的时候 你要同时做一个挡刹的动作 将转速维持在一个适合过 这个弯的转速 因为这样子你出弯的时候 你的引擎转速有维持住 你油门一下去才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去出弯 当你油门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控制的是你的车尾 因为是后轮驱动的一个车子 在必要的时刻 特别方向盘有可能会稍微做一些反打 来修正车头的方向 往你要的路线去 LFA的直线 弹射起步 9500转的声浪 4800cc 然后研制于F1的赛车引擎科技 全车65%的车子的零件 是用碳纤维打造 再来我刚刚讲 它这颗引擎呢 手工去安装这颗引擎 而且上面也有工程师的一个签名 而且这颗引擎呢 是由YAMAHA 特别去调教所谓它的声浪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它声浪的时候 Oh my God 怎么这么好听 各位有空一定要听一下 没听过听一下 听过你一定会永生难忘 好 还有再来就是0到100呢 只要3.7秒 而且这颗V10的引擎呢 其实里面大量的用 所谓的锻造 钛合金 比如说活塞 活塞环 曲轴 引擎本体的 我刚讲它就是F1引擎下来的嘛 这 我跟你讲 它的拉转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说 液晶萤幕的指针 转速表 我说为什么要用液晶 它说因为转速表跟不上我们LFA的拉转速度 因为它一踩就哇 哇 哇 是这样子耶 最大马力560匹 然后车重的部分是1614公斤 车身配重前48后52 前后铝合金的悬吊 再加上陶石刹车系统等等 真的是全车好料 Lexus它这么用心的主办车主的各项活动 然后又针对这个性能车主的部分呢 特别举办这个Grand Tour 透过这样的活动 参加这样的一个壮游 然后去深入探索西台湾的人文风情 更能够实现跟满足这些热血车主 攻克赛道的一个梦想 重新认识充满热血基因的Lexus 我相信也能够在各位车主的心目当中呢 留下难以忘怀的一个回忆 我现在就在LC500 而且是闯棚的车上 小弟呢 我还是要来体验一下 当家双门跑车LC500 RCF 在赛道上的表现 Yeah Let's go 我们现在要下场了 我试驾的第一部车呢 就是LC500 这是一颗5000cc V8的NA引擎 最大马力460几匹 最大扭力有50几公斤 重点是变速箱 这颗时速的手自排呢 是Lexus特别调的 不管是它的换挡速度 然后换挡的直接性来讲 我觉得表现都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下场体验 这个原厂呢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机制下 三角锥啊 不弯点啊 弯顶点 出弯点 刹车点等等 基本上都帮你安排好了 让你在一个可以比较安全的路线 静弯的速度 保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 享受赛道上的一个体验 我现在又在RCF Track Edition车上 这颗5000cc V8的引擎 再加上轻量化的设计 还有陶瓷刹车 Brembo的刹车 这个底盘是特别调教过的 原厂这个为了要保持一个安全性 所以在扎车点部分还是都有一些提早 这个部分也是好啦 就是说在最安全的情况下去体验 这个Brembo车的一个特性 这样还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透过Green Tour的一个活动 除了交到朋友之外 重点是在赛道上 这个Track Day 车主可以更深刻体验到自己的爱车 不管是在弯道中啦 直线加速啦 特别是它的一个刹车性能 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去发挥 重点是 你可以更安全 更有技巧性的去控制你的爱车 也算是全心认识自己的爱车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过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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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